《美丽中国》 那么这个应该《美丽中国》是多方面的 是一个整体性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的是我们的环境的问题 那也应该是《美丽中国》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上午听温总理的讲话 特别是谈到我们现在应该是加快 加速我们整个发展方式的一个转变 那么从电力行业 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力的去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适时的去研究 我们的新能源与智能电网和分布式电网的实施 那么建立同时也建立我们国家的 集约式的绿色低碳的生态的小镇 这样可能能够加快我们真正的新能源走进千家万户 不该是不看转 MuYvi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